慧如送去聊她就舍不得 月儿被人诅咒害死 她就不闻不问了 当我是小猫小狗 拿这些哄我 你怎么又沉不住气了 你老生气怨恨官家 谁得意来着 不许再人了啊 我忘不了月儿 那你更得好好珍惜自己了 养好身子 之后生一个白白胖胖的皇子 以官家对你的宠爱 那些大臣们 还会去巴巴地讨好皇后 讨好苗娘子 让咱们试试 对了 这几天宫里啊 都在传夏书向家的新鲜事 说夏夫人 四处说她贪惠杨小妾 还不解气 居然把她的罪状 一一裂了出来 送到了官府 现在啊 夏书向的娘 跟她的岳母 居然在夫人们的聚会中 互相咒骂对方 没有教育好孩子 对了 娘子 我捡了一些金出零罗 作为例行赏赐 回头寻个机会 去宫里送给那些 有点位分的内侍和女官 都由婆婆做主吧 不过 那个书头的李司氏 整天想着怎么在官家 跟前献媚 能拉拢得来 这些常在官家身边的人 给些好处 不交舌根便是好的 再说了 他们在得重用 那不也得借着 得适的嫔妃有个依靠吗 对了 我还专门给你大伯 准备了一个玉器 还特意让杨怀敏 给他找了几块剩好的墨 当年我们孤儿寡母上门求助 他剧内不敢收留 现在我受了官家哀愁 他就贴上来了 他巴结你自是对的 可是你 你在朝内 也得有几个自己的儿母喉舌 他呀是静尸榜的官 雪清总比旁人更可靠些 可大伯也就罢了 我实在不甘心便宜了他夫人 他说明天会便宜了 我只能把你拒绝 你了解 我实在是否有一个人 互相给你 我做了一切